各位嘉宾好 我柯宇瑞 今天跟各位嘉宾介绍国籍法 国籍法 今天是2023的7月12号礼拜三 也是民国112年的7月12号礼拜三 今天跟各位嘉宾介绍一下国籍法的 简述一下国籍法的内容 国籍法最近修法的时间 是在民国110年的12月15号 国籍法事实上 我们在了解国籍法的过程里面 有一个网站非常重要 就是内政部护证师 除了这个护证师的资料以外 全国法规资料库也很重要 护证师里面 这个是内政部护证师全球资讯网 然后他这里有很多 法规的资料 像规划者提出上司原有国籍 的那个案件流程表 那我们给他点下去 那他就有这个规划者提出 上司原有国籍证明案件的这个流程表 然后是今年是今天是112年的7月12号 那这个是去年111年3月修订的 所以还蛮新的 好那首先跟各位嘉宾报告 这个国籍法 这个国籍法最近修订的时间是110年12月15号 国籍法总共有23条 总共23条 条文不多 但是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国籍法总共有 根据110年修订的版本 总共有23条 那我们简单的给他看一下 简单的给他看一下 他的这个内容 他说条文 国籍法最后生效的日期 是112年的1月1日 刚好今天是112年的7月12号 所以这个条文应该全部都生效了 好 好在第一条方面是当然国籍法是特别法的 所以有关于国籍的取得上司 取得上司回护还有撤销 都是依照国籍法的规定 第二条的话是一般规划 一般规划 那基本上我们 我们中华民国是属于属人主义的 所以他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的话 他就具有中华民国国籍 第一个是属人主义 属人主义 第二个是说 第二条第一项第二款 出生于护或母死亡以后 那他的护亲或母亲 当事人的护亲或母亲死亡时 为中华民国的这一个国民 虽然他出生在护或母的死亡之后 但是他护或母死亡时是中华民国国民 这也是属人主义这样 属地主义是例外 出生于中华民国领域以外 护母均无科考 或均无国籍 现在有个问题点 桃役外劳 桃役外劳所生的那个小朋友 算不算在中华民国生的这个小朋友 具有中华民国国籍 他是桃役外劳 父母我们可以确定他是外劳 但是是哪一个外劳不晓得 这样算不算构成父母均无可考 父母均无可考 有很多种情形 也有可能是父亲是外劳 那个移工 母亲也是移工 然后我们知道他是移工 但是不晓得是哪一位移工生的 这样算不算有没有符合国籍法第二条第一项第三款 属地主义 我认为要重新 就是要放宽 放宽认定 我觉得是属于的 当然也有持反对意见 这样是不构成第二条第一项第三款的规定 为什么父母 因为他这个有提到父母无可考 父母无可考 父母无可考 那我们可以确定他知道他 他这一个 父母就是 就是外籍移工啊 可以考啊 不是无可考 只是 哪一 我们在台湾的外籍移工有七十万 到底是哪一个外籍移工生的 不晓得 这个算是可考啊 因为他是外籍移工生啊 这个叫做黑户宝宝 那当然我们 那符不符合第二条第一项第三款 我觉得应该是符合啊 虽然是外籍移工 外籍我们也可以这样讲啊 这样的话第二条第一项第三款 就没有奠定的必要了 为什么呢 我也可以这样主张啊 一定是父母一定是可以考啊 他一定是人啊 human being 因为这个小朋友一定是人生的啊 所以他这个 虽然他出生在中华民国领域内 但是他爸爸妈妈一定是人啊 只要是人的话 就 他是人类所生的啊 父母可以考啊 为什么父母不能考呢 因为他的父母是人啊 所以他生的小朋友就是 就是 不符合第二条第一项第三款 所以第二条第一项第三款的那个 要适用上是蓝上加蓝 那我刚才举了一个极端例子啊 永远没有适用第二条第一项第三款的机会 为什么 虽然出生在中华民国领域内 他的父母可以考啊 为什么不可以考呢 因为他的父母都是人啊 human being啊 都是人啊 既然都是人的话 就是 就不构成这个要件啊 我可以确定他一定是人啊 哈哈 那这个道理应用到说 这个外籍移工生了黑乎宝宝 这个算不算父母均无可考 当然两派观点 官方的观点就是说 一定可以考啊 为什么不能考 他的父母就是外籍移工啊 只是哪一位外籍移工啊 不晓得啊 那这种理论好像也怪怪的 就是我刚才讲的 这样第二条第一项第三款 永远没有适用的机会啊 凡是出生在中华民国领域的黑乎宝宝 永远不可能取得中华民国国籍 为什么啊 因为他父母均可以考啊 因为都是人啊 不管是外籍移工或是说偷渡移民 反正都是人嘛 所以 所以 这样的话 这样 这么严格的官方 我们内政部这么严格的解释 对黑乎宝宝的问题也是没办法解决的 这牺牲的都是黑乎宝宝的人权 这也不是很OK的事情 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 出生于中华民国领域内的黑乎宝宝 他的父母 我们没办法确定 到底是哪一位外籍移工 外籍移工 那当然就是父母无可考 我们不能主张说 我知道他是外籍移工生的啊 只是我不晓得确定他是哪一个啊 既然是外籍移工 父母就可以考了 怎么不可以考呢 这种理论 也是很怪异的理论 在法理上是占不通的 好 再来是规划者 好 再来第三条的话 第三条的话 事实上是外国人或无国籍人 在中华民国领域内有住所 住所跟居所的差别 住所是永久居住的意思 具备下列各款的要件 第三条 第一项 第一款就是要五年以上 继续五年以上 每年183 第二个 以中华民国法律 还有本国法都有行为能力 第三个 五不良塑行 第四个 有相当的财产 好 足以致力啊 就是 有相当的财产 有相当的财产 足以致力 所以要难民 要规划成中华民国国籍 不简单 难民 我们现在中华民国没有难民法 呃 我们这个内政部在把守这个国籍 这部分是超级无比严格的 跟各位嘉宾报告 第三条第一项的第四款 要有相当的财产 当然有一些例外情形 难民 难民这一部分可能就很难很难 难民 好 然后第三条第一项的那个第五款 具有基本的语言能力 还有国民权利义务的基本常识这样 好 那第三条 第三条跟第四条差在哪里 第三条里面的这个第一项 就是要五年 这就是五年 五年 要五年 然后第四条 呃 第四条的话就是三年 好 三年 第五条 第三条 第一项 第一款就是要 继续五年 居住五年以上嘛 好 第四条呢 外国人或无国基人 现在中 在中华民国领域内 ROC领域内有住所 具备前条 前条的话 第四条的前条就是第三条 第一项 我们国家的法律就是第几条 第几项 第几款 具备第三条 第一项 第三条 第一项的第二款 第二款就是有行为能力 第三款就是无不良塑行 第四款是有相当的财产 第五款就是具有中文的基本能力这样 但是它就是没有符合第一款 它就是没有住五年以上 每年一八三 这样的人 他可不可以申请规划 这就是三跟四的差别 第三条是要五年 第四条的话就是中华民国领域内 每年一样是一八三 这跟第三条一样 但是它的差别就是三年 第四条这里是三年 三年 这里有一个三 三年 下列要件的 具备下列各款的人来规划的话 它的时间不要五年 第一个 中华民国国民的配偶 他说他只要三年就可以了 就可以规划的 然后不需符合签条第一项 第四款 签条 签条 就是不需符合签条第三条 第一项 第四款就是相当的财产 目前是五百万 好 那 第四条第一项的第二款 是中华民国的配偶 然后因为家暴离婚 然后没再婚 没有再婚 或是说配偶死亡以后没有再婚 且有事使主任 与其枉顾的配偶的亲属 仍有往来 但与其枉顾配偶的婚姻关系 以存续两年以上 不受与亲属能有往来的限制 这就是 这个是对女性也是非常尊重 因为家暴离婚 没有再婚 只要两年以上的话 他就不需要说跟亲属 仍然有往来的限制 这样 他说这个家暴未再婚 然后呢 必须要怎样呢 有事使主任与 枉顾的配偶的亲属 好 就是 假设这个 这是外配好了 假设是为中华民国 民国的 中华民国国民的配偶 外配 他家暴离婚 这个外配 他离婚以后 他还有跟他老公的亲属 仍然有往来 但是他如果这个外配结婚两年的话 他就不受与亲属有往来的限制了 好 第四条 第一项的第三款 然后对无行为能力 或是说 就是对子女 然后有抚养的事实这样 行使负担 权利义务 或限制行为能力的中华民国 国籍的国民的子女 然后有抚养的事实 然后第四条 第一项的第四款就是 互获母限为 或成为中华民国的国民 然后这样的话 他不需要五年 他只要三年就好 就可以规划的 第五款 第四条 第五款就是 为中华民国国民的养子女 第六款是 出生在中华民国领域内 这样的 外国人出生在中华民国领域内 他要申请规划的时间 三年就可以了 那一般的外国人 他如果没有出生在中华民国的领域内 他要几年呢 他要五年 五年 五年 第四条 就是比较特殊的规划 他 规划的时间 三年 三年以上就可以来进行规划 所以 好 出生 外国人出生在 或是无国籍人 出生在中华民国领域内 跟中华民国的那个 互动比较强 所以 拘留三年就可以规划的 为中华民国国民的监护人或辅助人 现在比较有问题的是 我发现 就是说 这一个第三款 第四条 第一项第三款 对无行为能力人 行为能力 或限制行为能力 中华民国国民 有抚养的事实 行使负担 权力义务 或惠媚交往 那假设他这个小朋友已经长大了 长大了 但是他们还是有 就是 还是跟这个子女长大 18岁 但是这个外国人还是 假设这个是外配 还有跟小朋友住在一起 这样的话 他可不可以申请规划 好像就不符合规划的要件 但是这样就剥夺他的家庭团聚权 所以这个第四条的 这个部分 第四条 第四条 第一项 第四条 第一项 第三款 这个有改善的空间 然后 第四条里面的第二项 未婚未成年的外国人或无国籍人 他的爸爸 他的妈妈 养护或养母 现在是为中华民国的国民 这是第四条第二项 第四条第二项 然后在中华民国领域内 这个外国人或无国籍人 在中华民国领域内 合法居留 虽然是没有满三年 而且没有具备前条 前条是第三条 第一项的 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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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款就是行为能力 第四款的话就是相当的财产 然后呢 第五款就是语言能力 必得申请规划 就是未婚的 因为他是未成年子女 他的爸爸妈妈是在 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是中华民国的这个 国民 然后 这个外国人或无国籍人 在中华民国领域内 合法居留 虽然没有满三年 虽然没有满三年 然后也不具备第三条 第一项的 第二款 有行为能力 然后呢 第四款 有相当的财产 第五款 有基本的语言能力 但是他因为就是未成年 而且未婚 所以说 他就不需要 居留满三年 这个是 因为这个 儿童最 因为这个要符合 儿童权利公约 儿童的最佳利益 要以儿童的最佳利益 来考量这样 所以 他虽然没有满三年 但是也是可以 来申请规划这样 申请规划 好 那接下来 这个是 第四条 第五条 第三条是说 要 第三条跟第四条 差异在哪里 第三条 最主要的差异是 要五年 他要五年 第三条 他说 要并且具备下列各款要件 各款要件 可以申请规划 其中一款就是要五年 这是第三条 第四条 三年 三年 他只要三年就可以了 三年 所以是减少两年 这是三跟四的差别 那 第五条 第五条 他说外国人或无国籍人 现在在中管民国领域内有住所 具备第三条 第三条 第一项的 二 第二款到第五款 二三四五款 具备第三条 第三条的 具备第三条 第一项 第二款 就是有行为能力 第三款 无不良塑形 第四款是有相当的财产 第五款就是有基本的语言能力 然后呢 并且具备下列各款情形制一的话 也是可以申请规划 出生在中华民国领域内 他的父 或母 不是具有中华民国国籍 也是曾经出生在中华民国领域内 这样 他 他那一个 他这个 他有提到 具备 这两种的 这个外国人或无国基人 他具备第三条 第一项的 二三四款 但是就是没有具备第三条 第一项的 第一款 第一款就是要五年 五年 他没有具备五年 也没有说 第五条 是比较没有时间的限制 就是这个 他外国人或无国基人 只要出生在 ROC的领域内 他的户 或母 也是出生在中华民国领域内 这样也是可以规划 然后第二款 曾经在中华民国领域内 合法居留 合法居留 继续十年以上 这个345 这三条差在哪里 第三条的话 第三条的话 要五年 每年要183 这是第三条 第四条呢 也是每年要183 而且要三年 三年 第四条是三年 居留三年 每年183 第五条呢 他 这两款的话 第一款的话 他没有年限的限制 随时可以申请规划 第二款的话 他有年限的限制 十年 合法居留 合法居留 合法居留呢 继续十年以上 居留 那居留的话 依照移民法的规定 就是 这个合法居留 他 但是这个移民 这个居留的话 但是他这个是国际法 不是移民法 他说 十年 十年 但是他没有每年 每年要限制多少天 只要十年就可以了 居留 曾经在中华民国领域内 合法居留 但是他每年居留时间 他没有给他说 一定要183天 这是第五条的限制 第五条的要件 就是说 要十年 但是呢 没有要求说 这个第五条 第五条的第二款 他没有要求说 每年要183 他这里有说 合法居留十年以上 但是呢 他没有像第四款一样 第三款 第四款一样 他说每年要 每年合计要有183 每年合计有183 合法居留的事实 每年要183 那 这个第五条 第五条他没有 第五条他没有 第五条第二款 他没有说每年183 因为没有每年183 他可能低于 他有一些年度 他可能低于183 所以要十年以上 这样 第六条是公勋的这个规划 公勋规划 然后第七条 就是规划人的未婚 未婚的未成年子女 也可以申请规划 这是家庭团聚权 第八条 第八条 第八条的话 第八条是说 这个规划的话 这个内政部护政 实在负责 内政部护政 实在负责 第九条 他说外国人申请规划 因于许可规划 这也是一个行政处分的 那一天起 不是一日 或依原属国法令 需满一定年龄 使得上市原有国籍者 满一定年龄之日起 就是一年以内 许可可规划的那一天起 一年以内要提出上市原有国籍的证明 那如果他不能与其限内提出上市原有国籍 可以展延 那如果他不展延的话 就要撤销他的规划许可 撤销规划许可 撤销规划 撤销其规划许可 内政部护政司在定这个 规划许可是一个行政处分 撤销针对合法的行政处分 这样的话好像护政司好像是蛮有自信的 一定认为说他当初的许可 一定是一个合法的行政处分 那也有可能是违法的行政处分 所以法律的话 撤销是违法的行政 撤销是针对违法的行政处分 废止是针对合法的行政处分 这个 这个算不算是违法 这个因为他没办法提出上市原有的国籍证明 所以 撤销是针对违法的行政处分 所以我们就用撤销 所以他这个当初的规划许可 这个就把它定位为是 违法的行政处分 所以才用撤销 合法的才废止 好 那第九条是有一定的情形的话 可以免提出上市原有国籍 像依照什么呢 依照这个 第六条 有第六条有功勋的话 就不需要 然后 第九条里面的这个 第九条 第九条的第四项 第九条的第四项 第九条第四项 第九条的第四项 第九条的第四项 第四项的第二款 就是科技啊 经济类的这一个高级专业人才 也 也 我们承认他有双统国籍这样 不用提出 上市原有国籍这样 好 第十条 第十条的话就是说 外国人规划 我们会给他管制十年 第二项 第十条第二项里面 有提到 规划之日期满十年后解除之 十年以内 不能外国人十年以内 不能担任总统副总统 十年以内 规划之日期十年以内 外国人或无国籍者 规划 十年以内不能担任总统副总统 十年以内不能担任立法委员 五院的院长 还有特任特派的人员 还有政务市长 政务市长 以警大所属的内政部为例 内政部部长是政务官 还有特命全权公司 这些十年以内都不能担任 还有僑务委员的副委员长 也不行 乔务委员的副委员长 乔务委员的副委员长 十年以内也不能担任 还有简任十三支等以上的这个 持务的人员 这是高阶的文官 陆海空军将官都不能担任 免选的地方公职人员都不能担任 那跟各位嘉宾报告 第十条的第二项跟第十八条的差异性在查 哪里 十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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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看一下十八条 回复中华民国国籍 所谓的回复的话就是他 他当初可能具有中华民国国籍 然后后来又放弃中华民国国籍 后来想一想当中国人也不错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赖群属里面常常讲说 年纪大的人一定要在台湾 为什么 因为台湾的健保太好了 台湾的健保是世界数一数二的这样 各位嘉宾好 接下来继续跟各位嘉宾介绍 这个移民法里面的这个第十八条 嗯 移民 不是移民法 抱歉 国籍法 国籍法 嗯 国籍法里面的这个十八条 它最主要是规范 它本来是具有中华民国国籍 就有中华民国国籍 然后后来他又放弃了中华民国国籍 后来刚才我们提到说中华民国那种健保很好嘛 那老了以后 不是老了 后来想一想中华民国健保这么好 他要回复中华民国国籍 那回复中华民国国籍 刚才有提到这里 回复中华民国国籍 它是三年以内 十八条是说三年以内 不得担任第十条第一项 各款的 第十条 第十条第一项的 所以十八条的话是说 他本来有中华民国国籍 然后放弃中华民国国籍 后来 后来 过了若干时间以后 又回复中华民国国籍 基本上他还是 以前还是 具有中华民国国籍嘛 所以他不用像说 外国人规划中华民国 第十条是这样的 第十条他是 第十条他是 以前都不是 具有中华民国国籍 第一次担任中华民国的国民这样 第一次具有中华民国国籍 所以他 他给他管治十年 这是第十条 第十八条不一样 第十八条 他以前曾经是 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民 后来放弃中华民国国籍 后来想一想 又想当中华民国国籍 所以他是 回复中华民国国籍 这样呢 只要管治三年而已 管治三年 好 接下来 跟各位嘉宾报告 第十一条 第十一条的话 就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有下列情形的话 境内政部的许可 丧失中华民国的国籍 这个许可的话 就是非受益型的 就是一个行政处分 就是一个行政处分 义务或监护的无行为能力人 或限制行为能力人 为取得同一国籍 然后呢 这个就是说 他的爸爸妈妈 是由外国籍的父亲或母亲 或养护或养母 就是把他带大的 中华民国国民 但是他是无行为能力人 或限制行为能力人 然后他为了跟他的外国籍的爸爸妈妈 或说养护养母 取得同一国籍 然后随同自中华民国领域以外 生活 到外国生活 那他这个就要上市中华民国国籍了 就是要跟他的爸爸妈妈 同一个国籍就对了 为外国人的配偶 假设女生 女生嫁到国外去的 或男生他的配偶是外国人 那他就到国外生活了 这样 第十一条 第一项的第三款 第一项的第三款 他说 依中华民国法律有行为能力 自愿取得外国国籍 这是取得外国国籍的 但受辅助宣告的话 应该取得辅助人的同意 这样 自愿取得 就是放弃中华民国国籍 因为这个 每个人都有选择国籍的自由 那他这个上市中华民国国籍 他未成年子女的话 也是可以 只要经过内政部许可 这个许可的话也是一个 行政处分 行政处分 然后第三项 他说 前向未成年子女 于民国109年12月29日修正的条文前结婚 未成年子女结婚 修正施行后 未满18岁者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他满18岁前 能适用修正施行前的规定 这个就是新旧法 在他满18岁之前 仍然适用修正施行前 就是适用旧法的规定 他说 我们实行新法以后 他还没有满18岁 我们是在109年12月29日的时候 有修正这个国籍法 他在这个修法之前 他就结婚了 这样 在未满18岁之前 因为他已经结婚了 所以还是适用这个 旧法的这个规定 最主要为什么他可以适用旧法规定 因为在109年12月29日修法之前 他就已经结婚了 所以他的权利益物就是 适用旧法可能会 适用对他又更有利这样 好 第12条 内政部不得为丧失 有下列各款情形的话 内政部不得为丧失国籍的许可 就是把内政部护正式的差量收缩到0 第一个是要胡兵役 第二个是现役军人 第三个就是中华民国的公职人员 公职人员 不得为丧失国籍的许可 第13条 他说虽然合于11条的规定 但是有下列的情形 仍然不丧失国籍 仍然不丧失国籍 不丧失国籍 13条 第一款就是刑事被告 第二个就是受刑人 第三个是民事的被告 然后再来就是受强制执行 第五款是受破产的宣告 第六款是欠税 国籍法第14条 他说依11条规定 上司中华民国国籍者 未取得外国国籍的时候 可以得进内政部的许可 因为他 结果他上司中华民国国籍 结果他还是没办法取得外国国籍 这样变成无国籍人士 可以进内政部的许可 撤销他的国籍的上司 国籍的上司 这是一个行政处分 原来的行政处分 原来的行政处分 就是要让中华民国国民 丧失他的国籍 原来的行政处分 是丧失他的国籍 然后撤销 撤销 撤销原来的行政处分 这一个国籍法的撤销 一般而言 行政处分 合法的行政处分 合法的行政处分 我们是用废止的 違法的行政处分 是撤销 不过这个国籍法 这个概念的话 好像不是 就是说 原来内政部核准 中华民国国籍 中华民国国籍 丧失他的国籍 是一个行政处分 这个 假设是合法的话 就不用撤销了 所以这一个 国籍法里面的撤销 跟 这个撤销 跟 一般行政法里面 是针对 違法的行政处分 才撤销 概念上不大一样 概念上不大一样 这个国籍法 事实上 也可以考虑一下 针对合法的行政处分 我们是用废止 针对 違法的行政处分 才是撤销 才是撤销 好 国籍法第15条 依照第11条 规定上市中华民国国籍 然后限于中华民国领域内有住所 然后具备第三条 第一项 具备第三条 他上市中华民国国籍以后 然后在国内还是住所 同时具备了第三条 第一项 第三款 第三款就是没有不良素行 然后第四款有相当的财产 他还是可以申请回户中华民国国籍 好 第16条 就是回户中华民国国籍的未成人子女 也可以得申请随同回户中华民国国籍 好 然后第17条 就是说 依第15条 跟16条 来回户中华民国国籍的话 应向内政部护证师为之 就是 上市国籍也是内政部护证师在护者 回户也是内政部护证师在护者 好 那第18条 本来是中华民国国民 后来放弃中华民国国籍 后来想一想 还是当中华民国国民比较好 回户中华民国国籍的话 回户国籍以内 不得认第10条 第1项各款的公词 所以这个第10条跟18条差在哪里 第10条是外国人或无国籍人士 第一次取得中华民国国籍 所以他给他管制10年 10年以内 不能当总统副总统 不能当立法委员 18条是他曾经是中华民国国民 后来放弃中华民国国籍 后来又回户中华民国国籍 那我们只可以给他管制13年 这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好 第19条 规划 规划 上司 规划 第19条 规划上司或回户中华民国国籍以后 规划外国人或无国籍人规划取得中华民国国籍 或中华民国国民上司中华民国国籍 后来又回户中华民国国籍 他说内政部之有以本法规定不符的日期 两年内可以把它撤销 规划 上司回户 这两年以内 但是 内政部之有这个本法 规定不符的情形的话 两年内内政部可以把它撤销 但是规划上司或回户中华民国国籍之日 五年以内就不得撤销 这个就是信赖保护 也就是他的时间已经五年了 你再给他撤销的话 五年就会跟中华民国产生非常强的年结 就不要给他撤销 但是虚伪结婚的话 就是撤销权的行使期间 不受五年的限制 虚假结婚的话 假结婚的话 假结婚的话 这是第十九条第二项 十九条第三项 撤销规划 本来是规划 上司或回户中华民国国籍的处分 后来内政部把它撤销 内政部应该召开审查会 给予当事人陈述意见的机会 但有下列情形的话 撤销规划许可不在此限 理论上应该给他审查会 依第二条规定 认定具有中华民国国籍 因为是受益型的行政处分 受益型的 当事人不一定要有 根据行政程序法的规定 对于非受益型的 不利非受益型的行政处分 才要给当事人陈述意见的机会 受益型的话 基本上是不用的 因为认定他具有中华民国国籍 就是受益型的行政处分 所以是不用给他行政 陈述意见的机会 然后法院判定 确定判决 法院确定判决的话 就是基本上就是非常有公信力的 这个就不用经过这个 审查会 也不用给当事人陈述意见的机会 因为他是透过法院 法院是更比行政机关更严谨的 这是第19条 19条最重要的就是第二项 虚伪结婚的话 撤销权 一般而言是管政五年 那他是没有连线的限制 好 第20条 中华民国国民取得外国国籍 就是双重国籍的人 不得担任 公职人员不能有双重国籍 已经担任者 除立法委员有立法院 那直辖市县市 免选公职人员 分别由行政院 内政部 县市政府 然后 村里长由乡镇市公所 解除公职以外 由各个机关免除公职 那下列的主管 可以担任者 雙重国籍 公立大学的那个 中华民国国民 他在公立大学校长 他是中华民国国民 同时又取得外国国籍 下列情形 下列人员可以拥有双重国籍 公立各级学校教师 兼任行政主管人员 但下列各款 该主管机关核准者 不在此限 公立各级学校教师 兼任行政主管的人员 各级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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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立学校 高中 国中 国小 老师 兼任行政主管人员 与研究机关 首长 副首长 研究人员 兼任学术研究 主管人员 即经各主管教育行政 或文化机关核准设立的 社会教育或文化机构的 首长 副首长的专业人员 就是要 聘任的专业人员 聘任的专业人员 还有兼任的主管人员 这些不在此限 但有下列各款 今该主管机关核准者 他也可以拥有双重国籍 公立各级学校大学的教师 兼任行政主管人员 他可以拥有双重国籍 再来就是 公营 这个部分的话 有一个问题点 就是说 这个也是很遭受 我在line群組里面 常常看到批评 就是说 公立大学的校长 可以拥有双重国籍 那教授呢 教授 哈哈 我是没有外国国籍 我是有类推 有一些大学的教授 他在国外有买房子 我也遇过 在日本 东京有买房子的 在美国有买房子的 他们可不可以拥有双重国籍 那如果只有规定公立各级学校教师兼任行政主管人员 教师兼主管人员 他才可以拥有双重国籍 那为什么教师不能拥有双重国籍 理论上 教师兼 教师 单纯的阳村教师 不是更可以拥有双重国籍吗 因为他不用兼行政主管 教师兼行政主管人员 不是要求他对中华民国更效忠吗 更不能拥有双重国籍 所以这个在逻辑上好像怪怪的 就是教师大学的教授 副教授 然后又兼行政主管人员 那是不是他应该对中华民国更效忠 他应该是单立国籍取向比较好 那教授的话 副教授 阳村教授 他就两边做研究 两边买房子 事实上他拥有双重国籍 应该是比较被允许 我们国家国籍法 刚好反过来的 这个有没有违反平等原则 这个有待商榷 好 这个也是给人家批评的很严重 批评的很严重 好 我们看21条的第一项的第二款 公民事业中对经营政策富有决策责任以外的人员 对啦 这个责任以外的人员可以拥有双重国籍 那既然公民事业中对经营政策富有主要决策以外的人员都拥有双重国籍的 那为什么那个各级学校的老师 他没有兼任行政主管的 他不能拥有双重国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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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嗯 还有 各 机关 第20条里面的第一项里面的第三款 他是专师在技术研究设计工作 而与契约定期聘用的非主管人员 就是非主管人员 因为他是非主管人员 我们可以允许他双重国籍嘛 那我们那个第一款是很奇怪 很奇怪 就是说这一个 公立各级学校教师兼任行政主管人员可以拥有双重国籍 公立各级学校教师他到底可不可以拥有双重国籍 这个国籍法就规范的不是很清楚 好 第四款 乔务主管机关依主制法临聘仅供咨询的无几职委员 可以拥有双重国籍 其他法律另有规定者 好 那第20条里面的这个第二项 前项第一款到第三款人员 与具有专长或特殊技能 而在我国不易寻觅的人才 而在我国不易寻觅的人才 然后不涉及国家 即密的职务为限 拥有双重国籍的话就是不易寻觅的人才 高端的人才 我们可以允许他双重国籍这样 拥有双重国籍 拥有双重国籍 那很多教授也是不易寻觅的人才 很多公立大学 公立大学 公私立大学里面的大专院校里面的那个教授 副教授 副助理教授 他也是在我国不易密得的人才 是不是也可以允许他有双重国籍 因为我们二十条第一款 第一款他是限定在公立大学校长 校长更不能拥有给他双重国籍 公立大学 当然我们如果说他是校长 应该是不易寻觅 所以给他双重国籍也是可以的 各级公立学校教师要兼任行政主管的人 教师要兼任行政主管的人才可以拥有双重国籍 教师要兼任行政主管的人 那为什么教师就不行呢 好像也不符合那一个 好 那再来是第三项 第三 再来是 第三项 第一项的公私 第一项的公私 哦 他这里有了 就是二十条第一项 第一项的公私 因为我们是规范的不得担任中华民国公私 因为他限定是公私 好 那这样就是很 这样的话就是蛮合理的 第一项的公私 不包括公立各级学校 未兼任行政主管的教师 讲座研究人员 专业技术 这样就可以了 他说 中华民国国民取得外国国籍的 不得担任中华民国国民的公私 中华民国的公私 然后 松重国籍不能担任公私 松重国籍的人 公立各级学校 未兼任行政主管人员 教师 讲座研究人员 专门技术人员 这个 根据二十条第三项 这样他们就可以拥有双重国籍 这样是应该是可以的 好 接下我们看一下 二十一条是删除了 我们看一下 那 二十条的第四项 中华民国国民兼具外国国籍者 你 任本条 第二十条所定 因限制的公私的时候 因于道指使办理放弃外国国籍 这样 然后道指一年以内 完成丧失该国籍 并取得证明文件这样 那其他法律有规定的话 重其规定 重其规定 二十条的第三项很重要 第一项的公私 二十条第一项是中华民国国民 已经取得外国国籍的话 就不能担任中华民国的公私 不包括公立学校的老师 未兼任行政主管人员的老师 在我们国家考试里面常常提到 公立学校的老师算不算是公务人员 公私 从这里二十条第三项就是 第一项的公私 就不包含公立学校的各级老师 所以公立学校的各级老师 他是教师 他不是的 像我是警大的教授 我算不算公私 二十条第一项的公私 就是不包括中央警察大学里面的教授 教授 中央警察大学公立嘛 各级学校 中央警察大学的教授 公私就是不包括中央警察大学的教授 反过来就换句话说 中央警察大学的教授他不是公私 他是教职的 不是教职 双重国籍不能担任公私 那双重国籍可不可以担任教职 看他的意思好像就是二十条第三项 好像就是可以 可以 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 规划者提出丧失原有国籍证明 规划者要提出丧失他原有的国籍证明 这个规划在第九条的第一项 规划在第九条的第一项 第九条第一项 外国人申请规划 因于许可规划之日起 或依原属国法令需满一定年龄 使得丧失原有国籍者至满一定的年龄之日起 一年以内要提出丧失原有国籍证明 好 那这个如何丧失国籍证明 这个是内政部护证师的网站的资料 内政部护证师111年3月修正的 规划者提出丧失原有国籍证明 案件的流程表 办理流程 就是申请规划国籍 住所地的那个护证事务所 然后注意事项 申请人外国人向那个外侨居留证所载的那个护证事务所 申请规划国籍 申请规划国籍就是要护证事务所 向护证事务所来申请 然后许可规划国籍 然后申请人应于许可 许可规划国籍是内政部在许可 申请是向护证事务所申请 然后转到他的那个上级机关 许可规划国籍的话 需提出丧失原有国籍证明 没办法了 在一年里面提出的话 要申请展颜 提出丧失文件 然后内政部再审核 然后再提出丧失原有国籍证明 然后这个 向哪个单位提出 向护证事务所 然后内政部呢 合备丧失原有国籍 然后申请定居 就是向服务站 移民所服务站定居 然后呢 居留期间买以后可以申请定居 然后呢 定居证 外国人持定居证 然后向护证事务所申请户籍这样 好 那 要外国人或无国籍人 要申请规划中华民国国籍 要向哪个单位 就是要向外桥居留证 外国人会拿外桥居留证 或永久居留证 他所管辖的那个 管辖的那个 护证事务所申请这个规划国籍 然后申请的应于许可 就是规划国籍许可证书合发日期 这是内政部合发的 一年以内 为什么是一年呢 因为是根据国籍法第九条 第一项的规定 提出上司原有国籍证明这样 然后送内政部来合备 另外的情形 免提上司国籍证明 以国籍法第九条的那个第四项 第九条的第四项 像有功勋的 或者说高级专业人才这样 免提出上司原有国籍证明 规划时已提出上司原有国籍证明 好 他说于国籍法105年修正前已申请准规划中华民国国籍证明 并于申请规划国籍证明 以提出上司原有 就是他以前就已经提出过 那就不用再重复提出了 好 那如果他没办法在一年以内 提出上司原有国籍的话 外国人要申请展颜 申请人 外国人或无国籍人 无法 有无法于一年以内提出上司原有国籍的话 因于借期前30天 30天 借期时间要到一年的时间到前一个30天 向台湾地区居留证 居留证 外桥居留证所载的护贞事务所 或原申请规划国籍的护贞事务所 就向护贞事务所申请展颜 然后一层一层转到直辖市 然后转到上级机关的县政府 再转到内政部这样 内政部在管辖的 同意他展颜这样 好 然后申请人向台湾地区居留证 外桥居留证 这个居留证是外桥居留证 因为他还没取得中华民国国籍 他是外国 他是外国 所以他会向移民署 移民署付账会合法给他 外桥居留证 所载住居地的护贞事务所 或原申请规划国籍的护贞事务所 提出上司原有国籍证明 上司原有 这是展期的啦 就是要提出上司原有国籍证明 要向护贞事务所的 提出上司原有国籍的证明 规划国籍以后的一年以内 好 然后申请人提交了上司原有国籍证明 护贞事务所给他转到内政部 内政部审核55以后准与备查 并通知内政部移民署 然后呢就定居 好 然后这个申请定居 居留期间满了以后 可以向移民署服务站申请定居 然后呢拿到那个定居证以后 就拿那个移民署服务站 合法给这个外国人的定居证 向护贞事务所申请户籍登记 然后就有身份证了 可以办身份证 所以整个流程是这样的 第一个外国人要申请规划国籍 然后呢内政部给他许可 那也有可能许可以后 他是不是要许可完以后 许可内政部核准他一个许可 他可以规划中华民国国籍 会给他一个证书 规划国籍许可证书 一张证书 内政部会给他一个证书 那当事人拿到证书 一年以内要提出 上司原有国籍证明 那没办法提出的话要展颜 提出上司原有国籍证明以后 向哪个单位提出 互贞事务所 那互贞事务所呢 就把这个外国人的这个 提出上司原有国籍证明这个申请书 转转透过那个县政府 乘转直辖市或县市政府 然后再转到内政部 内政部就是给他合备 如果是无务的话就合备 好合备以后呢 然后呢就通知内政部移民署 然后内政部移民署 然后外国人就要申请定居 还不能直接拿去申请户口名簿 身份证 他必须要先定居 定居 居留期买以后得申请定居 然后申请人凭这个定居证 向户政事务所申请户籍登记 户籍登记 那外配要申请这个户籍登记 拿到身份证 最快的话就是3加1 3加1 3加 就是外配 外配最快的 最快的那个速度就是4年 3加1 3加1年 好 那大陆人士呢 大陆人士就是4加2 长期居留2年 定居 长期居留4年 定居2年以后 还可以申请这个身份证 那外配最快是3加1 4年 4年可以拿到身份证 好 这是规划者提出上 提出上司原有国籍证明案件的这个 流程表 以上是今天跟各位嘉宾报告的内容 那在结束之前 再跟各位嘉宾报告一下 国籍法第3条 第4条 第5条的区别在哪里 国籍法第3条 第4条 第5条的区别在哪里 国籍法的第3条 最主要是 外国人或无国籍人 他要申请规划的话 根据第3条里面的第1项 我们的法律架构是这样的 2条 然后这个部分叫象 为什么这个地方叫象 因为这里有点2点 然后这是象 那2的话是第二项 然后再来就是第三项 所以条 那就是第一项 象的下面有款 那根据第三条 第3条第1项第一款的规定 他就是每年要183以上 然后在中华民国领域内 每年183以上 合法居留要继续5年 所以根据第3条第1项 第1款它就是要5年 这是第3条 第3条跟第4条的差异在哪里 第4条是具备前条 前条就是第4条的规定 就是外国人或无国基人 它具备的前条 第3条第1项的 前条第3条 第1项的2、3、4款 第2款就是有行为能力 第3款就是无不良塑行 第4款是有相当的财产 第5款就是具备我国基本能力 但是就是不具备第1款 不具备第3条第1款 每年要183以上合法居留 而且要5年 第4条就是几年 3年 像哪些3年就可以申请身份证 配偶 或者说家暴未再婚 家暴未再婚 那它的婚姻关系 存续2年的话 就不受于亲属有往来的限制 或者说为中华民国的养殖女 那就不用再5年了 不用居留5年 3年就可以了 就是养殖女 中华民国的养殖女 要规划成中华民国 只要3年就可以了 养殖女 要规划成为中华民国的国民 要规划中华民国的话 只要3年就可以了 这个外国人是中华民国的养殖女 要规划中华民国 只要居住 居留满3年就可以了 那这个第4 第3款 这是外国人 就是一般的外国人 这个外国人 他是中华民国的养殖女 那当然就是不一样了 所以他等待期不用到5年 3年就可以了 这是第3条跟第4条的差异性 3、4条跟第5条的差异性又在哪里呢 他说是外国人或无国籍人 他现在在中华民国领域内有住所 然后具备第3条 第1项也是2、3、4、5款 就是没有第1款 就是他不具备第3条 第5条里面的 他说外国人或无国籍人 具备下列各款养殖 但是这个第5条 他就是 他虽然具备的 外国人虽然具备的 第3条 第1项的 第2款 第2款 第3款 第4款 第5款 但是他就是不具备第1款 第1款 第1款就是要每年183 然后连续住满5年 他没有住满5年 然后每年又没有183 这些人还是可以规划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出生在中华民国领域内 他的父亲或母亲也是出生在中华民国领域内 跟中华民国的连结非常强 那我们就允许他 不需要5年的时间 居留5年 也不需要每年183 为什么呢 因为他就出生在中华民国领域内 第二款情形 第5条第二款情形 他曾经在中华民国领域内合法居留10年 那不是比第3条第1项的第1款更长吗 但是第三条第1项第1款是 虽然是5年 虽然是5年 但是他是每年有183 继续5年 每年有183 第5款呢 第5款他是具备第三条第1项2345款 他没有具备 第5条所适用的外国人跟无国基人 他没有具备第三条第1项第1款 他没有在台湾连续住满5年 或是说没有每年都超过183 但是他呢 居留10年 居留10年以上 总年数是超过5年 那这个的话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规划 因为他10年嘛 合法居留10年嘛 继续10年 每年多少天他没有规定 反正就是要10年以上这样 可能有一些年 第一年可能超过183 第二年超过183 第三年没有 第四年没有 第五年没有 第六年没有 第七年可能有 第八年又没有 第九年有 第十年又没有 超过183 反正就是 但是他有继续10年 但是每年里面不一定都超过183 有的时候有 有的时候没有 但是因为考虑到他很长 很长 10年 10年 所以第5条 第5条跟第4条差在哪里 第5条是10年 第5条是10年 这个是3年而已 第5条跟第3条差在哪里 第5条是10年 第3条呢 5年 5年 都不一样 年度的年限都不一样 好 第18条跟第10条 第10条的第二项 第10条第二项 跟第18条差在哪里 第10条的第二项 就是说外国人 第一次规划成中华民 具有中华民国国籍 10年以内 不得担任这些职位 不能担任总统 副总统 不能担任立法委员 不能担任陆海空将官 不能担任民选的地方公职人员 就管制他10年 这个为什么管制他10年 因为第10条 所规范的外国人跟无国籍人 是第一次规划成中华民国国籍 规划 规划子 外国人或无国籍人 规划子 他是规划的 好 那第18条呢 18条是不一样的 第18条是 他曾经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后来又放弃了中华民国的国籍 后来呢 想一想还是当中华民国国民 比较好 因为有健保 好 他就是回复中华民国国籍 这一类的人 他是不是之前就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他从回复中华民国国籍以内 三年以内不能担任第10条 第1项各款公辞 这18条 18条是说三年以内 18条 18条 18条就是 回复曾经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后来放弃中华民国的国籍 后来又回复中华民国国籍 如果他果真回复中华民国国籍 从回复国籍之日起 内政部给他一个回复国籍证明书 三年以内 这个回复国籍之日起怎么算 回复中华民国国籍之日起 这个时间怎么算 这个就是 回复中华民国国籍之日起 这个就是内政部核准他的时候 内政部核准 核准 核准 他这里因为要回复中华民国国籍 也是向护证事务所申请 然后转到这个内政部 内政部就会给他一个规划 回复国籍许可证明书 内政部会核发一个证明书给他 然后呢让他 所以这一个18条规定 这个回复中华民国国籍 自回复中华民国国籍起 三年以内不能担任第十条第一项 各款的公职 三年以内 回复中华民国国籍的话管制三年 管制三年 第四年可不可以当总统副总统 可以啊 可以如果选得上的话 第四年的话可不可以去选 民选地方公职人员 可以啊 因为他以前就是中华民国国民嘛 后来放弃了 因为他以前是中华民国国民 对我们中华民国的民主宪政啊 制度啊 社会制度啊 经济制度文化都比较了解嘛 涉入比较深啊 因为他以前就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啊 只是后来放弃了 现在又回复了 那他因为他以前就在这个中华民国住过嘛 很了解啊 很了解选举的制度啊 所以我们管制他三年 第四年以后啊 第三年以后第一 这一天就可以了 就可以选了 三年以后就可以选了 这个外个 第十条第一项是 他是外国人或无国籍人 他是规划中华民国国籍 又不一样了 他不一样了 不一样 他这里不是写说回复中华民国国籍 他是规划 规划 所以感觉好像似乎是第一次取得中华民国国籍的人 下列的职位 管制他十年 十年以后他才能够担政 好 以上是跟各位嘉宾报告的内容 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 第十九条第二项 虚伪结婚取得结婚啊 或虚伪收养取得中华民国国籍 内政部护政司撤销他的国籍 没有说两年的限制 内政部知道有跟本法不合的话 两年撤销 然后自规划上市国籍 中华民国国籍日期 五年以内不得撤销 这个五年是最长的期限 这个第十九条第二项没有这个规范 不受这个五年的限制 五十年也是可以把它撤销 假结婚假收养的话 第十条事实上他就是这样 如果这个规划的人 外国人他是假结婚假收养 取得中华民国国籍 内政部护政司可以撤销他中华民国国籍的这个 的那个 这个时间 没有说一定是五年 五年超过五年就不能给他撤销 15年也可以 25年也可以 35年也可以 45年也可以 50年也可以 65年也可以 所以只要有发现的时候 证明这是真的假结婚 又是真的假结婚 又是真的假规划的话 随时随地都可以把它撤销 他的国籍 把他身份证把它撤销掉 注销掉这样 以上是今天跟各位嘉宾报告的内容 非常感谢您的聆听 非常谢谢 谢谢